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今天表示 以目前冠状病毒的发展趋势 明年初全球确诊病例总数将超过3亿例 世卫WHO秘书长谭德塞今天在日内瓦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全球累计病例达1亿例后仅花了6个月 上周全球累计确诊病例数已超过2亿例 但我们知道实际病例数更高 谭德塞指出接下来达到3亿例的速度将取决于所有人的作为 以目前的疫情发展趋势 估计到明年初全球确诊病例总数将超过3亿例 但还有机会去改变 除了新冠病毒外 谭德塞今天也是仅西非出现的马宝病毒疾病案例 他表示上周几内亚共和国通报该国西南部一名男子死亡 这是西非首例马德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合作伙伴正在支持几内亚卫生部调查病毒的来源 并追踪大约150名接触者 谭德塞说马宝与新冠病毒不同 但防疫重点相同 包括隔离追踪以及让当地社区参与应对措施等 此外虽然马宝病毒的疫苗正在开发中 但目前没有疫苗获得核准 大家好